你好,今天要为你解读的是绝对成交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有23万字 我将会用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为你讲述书中的精髓 学会在谈判中保持优势是销售必胜的秘诀 在产品种类日益丰富的21世纪 销售更注重的不再是销售过程,而是谈判过程 过去信息通讯的不发达使产品的消息闭塞 给销售人员带来了很多的优势 他们可以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来迷惑顾客 只需要告知对对方有利的产品信息就可以达成销售 但是在今天,顾客不仅可以上网查询到很多基础信息 还可以对多重信息进行对比 从而选择出最优秀的产品 所以到了如今,如何说服顾客购买 也就是如何提高销售人员的谈判能力 比起销售过程显得更加重要 那今天要讲的这本书《绝对成交》 就是教会我们如何将产品卖出去 并卖到一个好价钱的谈判秘籍 《绝对成交》是美国谈判大师罗杰·道森的经典代表之作 在营销领域畅销十年,被封为销售圣经 本书不只是教会销售者们如何将产品卖出去 还通过大量的案例和作者自身的经验 总结出将产品卖出高价的秘诀 作者认为,现代化的营销重点已经不是销售,而是谈判 而销售谈判的原则是充分了解游戏规则 和大多数人预想的不同 销售谈判并不是谈判天才的专属 它是有潜在规则的一场游戏 只要我们学会了这其中的游戏规则 在谈判过程中使用合理的应对策略 就可以战无不胜 这取决于我们在谈判的开场、中场和结束前实施的谈判策略 本书作者罗杰·道森是美国著名的谈判大师 曾担任过美国总统顾问 房地产公司总裁 还创立了美国POWER谈判协会 他一生致力于谈判的研究事业 出版的书籍被翻译成近40种语言 畅销全球 他主张所谓营销 就是在谈判中获得优势 并得到顾客的充分认可 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 前总统克林顿就曾评价他说 他是我合作过最有才华的伙伴 睿智、机敏,并且精力充沛 好了那以上就是本书的基本情况 以及作者概况 那么接下来我将为你来详细的讲述 书中的重点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 谈判开场要抬高产品价值 并让顾客感觉到获得了足够的优惠 第二个重点是 谈判中场要保持主动权 尽量避免顾客产生对抗情绪 第三个重点是 谈判的最后通过施压和让步策略 让顾客做出承诺 好的 首先我们来看的是第一个重点内容 谈判开场要抬高产品价值 并让顾客感觉获得了足够的优惠 销售谈判的目的是让顾客感受到自己得到了优惠 人人都会有占便宜的心理 但是大众普遍又认为无坚不伤 所以销售谈判更像是一个买卖双方博弈的过程 最欢喜的大结局当然就是达成双赢 也就是双方最后都没有吃亏 但是这在实际销售的过程中绝对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站在销售者的角度 我们谈判的目的就是让顾客最后感觉到自己占了便宜 即使销售过程结束了 顾客也能够始终对我们保持信任 所以不仅要卖出产品 还要和顾客维持好良好的关系 这就是一场成功的销售谈判 谈判的开场要引导对方按照我们预期的方向进行 第一步就是扮演不情愿的买卖 用预据还迎的方式勾起顾客的购买欲望 无论买家在开始谈判时表现出多么强的购买欲望 作为卖家一定要表现得很淡定 在语言上则要尽力地展现商品的优势 并且透露出根本不想出卖商品的意愿 同时给买家一个报价的机会 话术可以是这样 这道房真的非常的棒 采光特别好 户型也很方正 像这样优点这么多的房子很少了 所以没有合适的价限我们实在不想卖 我们领导都非常喜欢它 想加价来着 但是如果您想要的话 能给出的价格是多少呢 这时候顾客会无意识地更加认可这套房 在心理价位上必然会有一个抬高 所以爆出的价格 也基本是它能承受的很高的价位了 所以这种不情愿买卖法 其实能够一开始 就可以直接抬高产品本身的价值 并且最大限度的压缩 价格谈判的空间 引导的第二步是界定目标 就是找到对方的底线在哪里 一定要让对方先亮出自己的条件 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对方的标准 然后根据对方的底线计算出谈判的开价 其实就是在报价的时候 一定要大胆 高出对方预期很多的价格也无所谓 不要害怕对方嘲笑 或者担心对方完全不接受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在开高价的同时 我们也必须让对方知道 这个价格是有谈判余地的 避免对方被你的狮子大开口直接吓跑 为什么开始就一定要开高价呢 在普遍认知中只有低价才能吸引顾客停留 但事实恰恰相反 我们在前面说过 人人都有占便宜的心理 一开始就把底牌给亮出来 对方也不会相信 毕竟大众还有一个惯性认知 也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过的 就是无伤不坚 所以顾客还是会砍价 亮出底牌就毫无谈判的空间可言 对方反而会认为你根本就没有诚意 谈判就很有可能以失败告终 再者开高价也有可能会撞大运 就是当遇到懒得奖价 或者非常认可产品的顾客时 很有可能就直接成交了 那么利润是绝对丰厚的 另外我们往往对商品都会有一分钱一分货的概念 所以高价格虽然显得离谱 其实也在无形中抬高了商品本身的价值 顾客会对商品更有认同感 那么在最后成交的时候 砍下来的价格就会让顾客非常有成就感 最后顾客不仅付了钱 还会觉得自己真的得到了优惠 引导的第二步就是 绝对不要接受对方的第一次报价或还价 当顾客第一次爆出自己的心理价位 你就一口答应时 对方心里绝对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受 这时候他头脑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 这么好说话 价格是不是可以更低呢 这很有可能会导致谈判的失败 因为顾客没有感觉他占了便宜 反而会觉得自己亏了 那么此时你应该做出正确的反应就是 我要请示一下我们领导 因为顾客爆出的价格一般都相对较低 如果一开始他就知道 你不是第一决策人 但是又不得不和你谈判的时候 那么他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在 如何说服你上面 这会在无形中给他带来压力 从而使得顾客在报价时抬高心理价位 那么如何让顾客在明知道你不是第一决策人的情况下 还必须和你谈判呢 这里要运用到一个小技巧 就是模糊化上级领导 在告诉顾客你要请示领导的时候 不要明确他是项目经理 项目总监还是营销部总监 不然顾客会直接说 那你让项目经理来跟我谈 可以说是集团领导 集团董事会 甚至说是公司高层 不要聚焦到一个他能够直接找到的人就可以了 那么在假装请示领导之后 再做出为难的样子和对方谈判时 改变对方心理价位的可能性就会变得很大 所以反过来 当我们是顾客的时候 如果对方谈判到最后 告诉你说要请示领导 那么这多半只是他为了继续斡旋的伎俩而已 这时候就要死守住自己的底线 不要轻易的上当了 好了那上面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一个重点内容 谈判的开场要掌握主动权 先假装不愿意交易的卖家充分展示产品优势 然后让顾客先报价来探寻顾客的底线 之后报出高价来抬高产品价值 同时要为谈判留有余地 千万不要在顾客第一次报价的时候就接手 要让顾客砍价 使得他们有得到优惠的感觉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第二个要点 谈判中场要保持主动权 尽量避免顾客产生对抗情绪 当谈判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就是保证谈判 正在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进行 这时候顾客对我们想要表达什么目的 已经非常的明确了 要么是想双赢 或者是获取更多的利益 顾客在此刻就很有可能开始挑毛病 当他们对商品或者企业提出质疑的时候 我们最忌讳的应对策略就是立刻否认 因为反对就是在表达一种对抗情绪 这种对抗情绪会让对方更想要强化自己的观点 他会找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是对的 所以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就是 先表示认可 然后再提出自己的反对理由 可以这样说 我非常理解您的感受 有很多顾客也曾提出过和您一样的疑问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改进了 目前的运作体系已经非常的完善了 这种温柔策略能够大大的减少对方的对抗情绪 有助于在不惹怒对方的情况下 解除对方的疑惑 更加顺利的谈判 在谈判到中场的时候 双方报价会越来越接近 一番博弈之后 一般会用折中双方的报价来继续缩小谈判空间 但是要注意的是 我们一定不要主动提出折中 可以引导对方进行折中 让顾客将折中的意见主动提出来 这样做的目的 同样是为了满足顾客的占便宜心理 如果是由销售方提出折中报价 顾客仍然会有一种亏了的感觉 比如我们报价是8.4万 但是顾客只肯出8万 那么8.2万的折中价格 就一定要由顾客说出来 这样顾客才有赚了2000块钱的感觉 那么如果顾客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怎么办呢 比如他们明确的表示 预算只能买每平米5000元的房子 但是你的楼盘最低价也要每平米5500元 一般的地产商这个时候 要么会认为这个顾客是不可能买房了 要么会开始考虑降价的问题 但作者认为遇到这种情况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是确认顾客原则性问题的真实性 确认方式就是直接展示商品的突出优势 然后坦诚地告诉顾客 价格会稍高一些 试探对方是否能够接受 比如可以这样说 我们小区的位置在市中心 距离您孩子的学校 只有15分钟的步行路程 小区内还有游泳池和健身房 但是价格就要比您预算高出每平米500元 不知道您觉得是否可行呢 如果这个顾客可以提高预算 显然所谓的原则性问题就会被打破 所以当对方提出一个 我们不可能接受的条件时 先试探一下这个条件的真实性 再继续谈判 反而成功的几率会比较大 面对服务型产品 要及时确定服务的价格 和某些实体商品会不断地增值不同 服务的价值其实是会迅速贬值的 当我们在为顾客服务的时候 是服务价值最高的时刻 所以我们要避免一种心态就是 我这么尽心尽力地为顾客工作 还提供了额外的服务 顾客看在了眼里 多多少少在事后会给一些补偿的 事实恰恰相反 在接受服务的当下 顾客确实会充满感激 但是服务结束后 他会迅速地忘记 甚至是在为服务付款的时候产生质疑 你就做了这么点事 为什么收费这么贵呢 所以针对服务性收费 作者提醒我们 必须在服务前就谈好价格 并在服务的过程中 出现突发状况的时候 及时说明情况 并立即增加费用 而在服务结束后 也要主动要求对方付款 这时顾客反驳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拖的时间越长 反而越容易引起纠纷 最后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对于顾客提出的任何附加条件 或者额外的要求 一定要记得索取相应的回报 不要认为无条件地帮助顾客继续工作 或者不断地让步是理所当然的 事实证明 如果一直不求回报 那么对方必定会得寸进食 当然索取回报的方式要彬彬有理 一幅理所当然的语气 也会让对方产生对抗情绪 好 那以上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 谈判中场要保持有力主导 在顾客提出问题和质疑的时候 使用先同意再否定的方式 迂回谈判 消除对方的疑虑 当谈判价格趋于折中时 务必让顾客先提出折中价格 以此让对方感觉得到了优惠 当对方表示预算不够的时候 充分展示产品优势 再提出报价问题 看对方如何反应 如果是服务型产品 要及时进行价格谈判 并且主动向顾客索取费用 对于顾客之后提出的额外条件 要索取回报 避免顾客在无意识中得寸进尺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最后一个重点 谈判的最后通过施压和让步策略 让顾客做出承诺 实施正确的策略谈判到最后 我们必然已经在谈判中 掌握了绝对的主动权 那么最后阶段 就是要让顾客做出承诺的时候了 这时候切记要有耐心 先施压让顾客做出抉择 然后满足顾客 要赢得这场谈判的心理 进行合理的让步 最后达成交易 首先可以利用黑脸和白脸策略 向顾客施压 简而言之 就是制造一个模糊的上级形象唱黑脸 而我们自己唱白脸 这种方式既不会让顾客对我们反感 又能使我们达到谈判的目的 比如在一番砍价之后 顾客只肯支付50万的费用 但是考虑到成本 他喜欢的这套房最低价也要55万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让顾客稍等 我们假装去请示一下上级领导 注意这里的领导必须是模糊的 片刻之后再回去和顾客谈判 可以这样说 您的要求我非常能理解 但是我们领导认为低于55万 他不能接受 顾客这个时候大部分都会表示很愤怒 毕竟谁都不喜欢被拒绝 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找到合适的理由 向顾客解释 我们领导考虑的也是成本问题 低于这个价格 公司根本没有利润 再加上这套房所有的条件都很优越 他还想下周就涨价呢 所以现在的价格 确实已经是最大的让步了 利用模糊的领导形象唱黑脸 顾客也不会迁怒于我们 反而会因此产生压力 从而做出抉择 所以在这儿 如何用话术来唱黑脸 也是非常的有学问 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 但是要谨记的是 千万不要直接对抗 或者态度强硬到不留余地 那么谈判还是很容易失败的 施压之后 我们还要学会如何让步 砍价几乎是所有顾客的习惯 因为只有砍价 才会让他们感觉到 自己真的占到了便宜 所以说如何既让顾客 砍价成功 同时也能保证我们自己的利润 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首先我们先要确定 自己最多能让多少 比如是一千块钱 那么报最低价的时候 就要先加上一千块钱再报 然后就可以开启让步模式了 整个让步过程是从大到小 也就是开始可以大幅降价 越到最后 降价的幅度必须越小 这样才能让顾客有一种 真的不能再降的感觉 同时也能最大限度的表达 我们的诚意 你看我都给你一项再降了 最后都被逼到没有余地了 比如可以先降五百 然后再降三百 最后的最后再降二百 这个时候顾客一般都不会 在无限度的要求降价了 他们在潜意识里已经明白 真的没有空间了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 还是会遇到一些穷追不舍 要求最后再让一步的顾客 其实这种顾客这个时候 要的并不是说多大的优惠 而是良好的自我感觉 谈判就像是一种博弈 只有占到最后一点点便宜 顾客才会感觉 在这场博弈中真正的获胜了 而这个时候恰恰说明 这笔买卖即将谈成功了 但是作为已经做出 最大让步的销售方 此刻一般都会感觉到有些为难 作者认为 我们可以满足顾客的要求 但是不能直接满足 而是间接满足 同时也不用失去更多的利润 方式就是交换条件 比如顾客还想让我们 最后再让一百块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向顾客提出 因为成本的关系 实在是不能再让了 但是我们可以提供 三个月的保修服务 或者作为管理层 亲自监督产品的组装过程 或者给顾客将产品 运送到家等等 一些看起来是附加条件 实则是包含在 产品服务中的条件 这些条件看似微不足道 却能够非常自然的满足 顾客获得更多优惠的心理 让他们感觉良好 所以总结起来 关于让步的哲学就是 要让顾客感觉到越来越艰难 谈判空间越来越小 而当顾客穷追不舍的时候 用交换条件 这样微妙的方式 能够非常顺利的结束这场谈判 交易达成的同时 顾客也会非常的开心 好了 那说到这儿 今天我们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所说的要点 首先我们说到了 谈判开场要抬高产品价值 并让顾客感受到 获得了足够的优惠 首先扮演不情愿的卖家 充分展示产品优势 透露不想卖的意愿 不过强调 有合适的价格可以考虑 勾起顾客购买的欲望 然后引导顾客提出自己的条件 再进行高昂的报价 但同时表示价格可以谈判 以此来抬高产品的价值 最后在顾客第一次报价时 直接拒绝 争取价格谈判的机会 让顾客在砍价的过程中 感觉得到了优惠 其次我们讲到了 谈判中场要保持主动权 尽量避免顾客产生对抗情绪 当顾客挑毛病的时候 要采取先同意再否定的迂回方式 来解除顾客的疑虑 在双方报价越来越靠近 需要折中报价时 引导顾客主动提出折中价格 让对方产生优越感 如果顾客表示预算有限 那么就要充分地展示产品优势 再提出价格劣势 以此来探寻顾客预算是否真的有限 如果是服务型产品 一定要提前谈好价格 在服务中明确额外费用 并在事后主动索取费用支付 而当顾客开出额外条件的时候 要索取对应的回报 防止对方得寸进尺 最后我们说到了谈判的最后 要通过施压和让步策略 让顾客做出承诺 在谈判的最后阶段 先制造一个模糊的上级领导形象 唱黑脸 然后自己唱白脸 来对顾客进行施压 这种方式能有效地避免 和顾客直接发生冲突 同时也能让顾客产生紧张感 然后采用逐步递减的方式进行让步 先进行最大的让步 随后让步价格逐渐减少 直到最后无法减少 让顾客在潜意识中 接受已经是价格底线的事实 如果顾客穷追不舍 还可以用条件交换的方式 来让对方产生 赢得了这场价格谈判的感觉 最后愉快地成交